房間幾十個人 都是這個營造業的大老闆 我們每一個人 最後都有出了五千萬 三千萬 幾千萬 那團團就幾十億了 徐家欽這段阿扁收錢大爆料 成了民進黨的團結分化劑 討伐徐家欽 鄉間何太極的聲浪 綠營已經有人話瞎 我沒有辦法去揣測 徐家欽講這個話的動機 但是我認為是無視的塵埃 如果還有這樣的不當的現金的話 當初為什麼沒有被查出來 所以講這個話 顯然造成的沒有具體的證據 才是造成風暴的主要原因 我相信馬英九一定在偷笑 我們黨也一定在暗爽 不要再去做這種 拿石頭砸自己腳的事情 蔡華郎跟高志朋 都數前正義連線 算是阿扁的子弟兵 眼看黨內互扁 派的反彈力道越來越大 蔡英文也開口不互短 我覺得他講的話 已經是預約一個發言人的角色 所以他慶祠 我們也覺得應該要接受 徐家欽意外成了自走炮 蔡英文雖然不高興 但沒說重話 為了不讓小英為難 聲音兩天的徐家欽 在臉書上PO文 強調引起這麼大的風波 他個人要負起全部的責任 向大家致最深的歉意 當時提到 陳前總統政治獻金的議題 一時想起多年前的 一則政治獻金的傳聞 就脫口而出 但因為年代久遠 記憶並不精確 而且未經查證 對陳前總統造成的困擾跟傷害 在此要向陳前總統 表達最誠摯的歉意 為了平起這個風暴 主席如果能去看八扁總統 把這個事件做個交代 立委呼籲蔡英文 直接找陳水扁面對面說清楚 不過小英目前沒這樣的規劃 似乎也不想把事情越弄越複雜 導師特徵組已經有了動作 針對徐家欽的爆料分案調查 繼2008年之後 陳水扁現金案 可能再度成了總統大選的綠營難題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